有没有 哦 好 您跟大家讲一下你现在痛的位置 我现在是这边这个位置 这里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它本来是有筋痛 可能痛的时候 我自己用手去拍打 拍打这里 对对对 现在可能更加痛 她已经了解答案了 哪里痛拍打哪里就是 拍打到影子去 那不但不会好 会更加重病情 这也是我在我太太身上学到的答案 那你看医学的书竟然 这么重要的原则竟然没有行 你们就知道 比如我举吧 西医 你看 头痛一定治头 脚痛一定治脚 那眼睛痛就治眼睛 就有一个眼科 那不是都在找影子吗 那里面通通没有答案 所以你们看医学分得那么细 但是很容易陷入这个迷思 好 那你自己拍打多久 多少分钟 大概10分到15分钟 那这样痛的时间 已经从发病到现在多久 大概5天吧 5天 那这样应该算小case 现在正在痛是吧 这边 好 如果我揉没有好 一定是她拍打成伤 就是拍到组织受损 但应该还不至于 我看看 找看看 来 你插腰 这一个点 它管理的位置到哪里呢 从这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网球肘 这个肘的骨头 我们称为网球肘 这里叫做高尔夫球肘 都是乱篇的 那个医学常常讲的名称 我们不要甩她 反正就是从这个骨头以下 到这一节 你看 这么长喔 通通由这一段管 你只要在这里任何的问题 包括晚隧道症候群 西医常常讲的 这里任何 或是妈妈手啊 这里的就是处理这一段 就这么容易 那记得起来吧 应该很容易记 好 你插腰 这一点痛不痛 不痛 这一点呢 一点点 开始一点点 这一点呢 痛 这一点开始痛了 这一点呢 痛 这一点痛了 好 这一点呢 不怎么痛 这里不怎么样 所以它只有痛一点点而已啊 但是一点点搞错了 会搞很大喔 好 我们再把这一点点解决好了 好 这里痛嘛 好 这里也痛 这里也痛 好 这一点点痛嘛 这里 好 其实我已经处理好了 这个不用太久 我只是还没有舒缓 你它现在应该会有感觉 是吧 舒服了喔 好 但是还是要帮它舒缓一下 要不然它又以为 这个痛又跑到这里了 这也麻烦 好 你擦腰吧 好 那我们舒缓就轻一点 那所以它如果有药部要贴哪里 是贴这里吗 还是贴这里 贴这里啊 这里是影子啊 影子你贴一百年也不会好 影子还是影子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贴错 但是我跟各位讲 腰部真的不能贴 现在市面上的腰部 腰部几乎都是寒的 凉的 贴起来很冷 等于你在冰敷 所以要注意 一定是温敷 好 这样可以 你再看看 应该 松了吧 松了 好 松了 谢谢 好 好 那 其实这里要注意